再见 路让小心 好 你怎么又不开心了 任一帆 我还是觉得让陈青 来给你当秘书这件事情 不合适 为什么 你前面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你看看他的那些事情 他跟季旭刚在一起 他一切的一切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就算你曾经了解他 可是你现在看看 他经历过什么 他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更别提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不需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们只要帮他就可以了 任一帆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的存在 对我们俩是威胁 叶玲 我不是跟你说过 你可以不相信他 但你要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你了 反正陈青这个人 我就是不相信 现在问题不在陈青的身上 是季旭刚 你忍心看着他跟季旭刚 混在一起吗 我们真的是应该帮帮他 除非是你自私 你知错 话说得这么难听 随便你吧 叶玲 叶玲 我的心里只有你 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叶玲 叶玲 比较 叶琳 可爱的小琳琳 爸 别再玩你那个破玩意儿了 吵死了 还没和好啊 这哄男朋友必须手道琴来才可以 手道琴来 我看是任一凡把你手道琴来吧 送你那个隔飞机那么喜欢 不不不 这小玩意儿蛮好玩的蛮逗的 我看他这一凡 绝对不是第一次见家长了 爸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你们到底和好了没有啊 不知道 你这孩子 你什么态度 你谈恋爱 你爸爸跟着受罪 爸 你要那么伤心的话 你也去找一个谈个恋爱嘛 就别管我的事了 这个事情是由我而起的 我必须负全责的嘛 你们不和好的话 我多难过啊真是 爸 你要负全责啊 来 坐 坐好了 我讲给你听 任一凡的前女友回来了 前女友 那这是 以前的嘛 啊 哈哈 一个小时之前 她聘请了她的前女友 当她的私人秘书 Stay com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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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么晚啊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进到了我的房间 不过希望你下次 再来的时候 能不能记得 把鞋换了 你这么晚去哪儿了 不管你的事 你去见任怡凡 跟叶林了吧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任怡凡 是你的前男友 是你英国的同学 你前脚跟任怡凡分了手 你最好的朋友 就把你的蓝眼给抢了 你们三个人 还真是够乱的 我还以为你知道了 什么惊天大秘密呢 怎么了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怎么现在还吃凑啊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 袒护任怡凡的原因吧 因为你心里还一直想着她 我如果想着她 我干吗不跟她在一起呢 那你给我一个 相信你的理由 好 我再说一遍 我要对付的人是叶双城 只有叶双城 我不希望牵扯到任何人 你想让我帮你对付叶双城 就不可能不牵连其他人 包括任怡凡 叶林 还有你自己 在世纪畅想的每一个人 都会被牵连进来 你们的把柄 都在我手里 你如果认为 这就是我的把柄 那我真的觉得 您应该抓得紧一些 对了 幼儿园的工作是你讲话 现在任怡凡和叶林 给了我一份新的工作 我希望你不要再讲话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世纪畅想 那你觉得呢 放下手头的工作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他叫陈青 接手方宁的工作 担任任副总的秘书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陈青 跟很多同事 已经有过一列之缘了 不过现在我们的缘分 会更进一步 希望以后 你们可以多多关照 谢谢 大家欢迎 欢迎 哎 听说你也是生安毕业的 是的 我跟叶总是一级的 谁啊 谁啊 走 走 快走 快走 你 کا急了 行啦 别只过着看美女了 散了吧 今天的几份策划案 中午之前交给我 关门干吗 真情 是啊 怎么了 我的天哪 前任女友来现任女友的公司上班 给前任男友当秘书 难道是我的记忆里衰退了吗 好工作 别那么八卦 我八卦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外面的公告牌一贴出来之后 轮得到我八卦吗 那怎么办 你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 不是我 我只解释一次 陈青他是真的有困难 他现在没有工作 方妮不是刚好走吗 他就顶替方妮的位置 只是过渡一下 等他找到工作 他就会怎么办 你跟我解释那么多干嘛呀 我就是想告诉你 不管出于任何原因 都不要招惹自己的前女友 因为EX实在是一个太可怕的群体呐 我就奇怪了 叶林他都没有说什么 你们怎么那么多的意见 你女朋友仍好 你就使劲欺负他 你碰他一根软柿子 你就使劲捏他呀 够了 不要再添油加醋 煽风点火了 否则你跟方妮之间的事 你懂的 你有种啊 对了 那个 我跟陈青之间 毕竟 有些话不太方便说 所以工作上面 你多照顾照顾 又要保你藏屁股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还生气啊 没有 谢谢你 谢谢你帮他 不过你放心 我会跟他保持距离的 不会做一些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任一凡 你要我怎么跟你说 你才能明白啊 我不是因为你帮了你的前女友不高兴 是因为陈青这个人 不可靠 如果是因为你帮他而不高兴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平白无故去诋毁一个人 不好吧 我觉得 他和你不一样 他挺可怜的 他什么都没有 我不想说了 你做了你的决定 我做了我的配合 我们不用再这样争执了 好 我只是想让你心里舒服一点 你 你要不要再吃点啊 我不吃了不吃了 今天没什么味道 卖鱼不爽 对啊 我也觉得还可以啊 怎么样 还可以吧 蒙蒙 你工作不敢 你办个活动还挺像样的 就是啊 我早就跟你说了嘛 我虽然不是一个一流的广告策划员 但是策划活动 那我绝对还是有一手的 这么说做广告委屈你 我顺便把你辞退了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陈青刚来你就要辞我 你这典型了有了新婚忘了旧爱啊你 对啊 我来了 我来了 来 你终于来了 辛苦了 我来晚了 谢谢大家 其实你们不用那么客气的 我就是换个部门而已 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不过 我还是要感谢大家以前对我的照顾 对了 既然同事在哪儿啊 我跟他喝个酒 算是完成新老交替 陈青 这是我之前的秘书碰您 你好 我是陈青 方明 来来来 让陈青说两句好不好 哎 陈青 你说两句 说两句就说两句 这是什么意思啊 噓 待一会再说 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次谢谢了 可能大家觉得我就是随口一说 其实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首先我要谢谢叶总 还有任副总 给我这次工作的机会 说你 闭嘴 什么情感 然后呢 是大家因为我的到来 做了细致入味的工作 最后谢谢大家对我的热情还有担心 我想我会尽全力地融入这个可爱的大家庭 我会和大家同甘共甘 来 我就 先甘为继 再一次谢谢大家 女生淘汰 这些人看了 他们呀 这是绿织的盒表面盒 怎么从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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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看看见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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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说你们差不多得了 别趁你吃豆腐了啊 我 是 是 好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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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停电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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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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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你喝 对不起啊 呃 陈欣 那个你刚来跟待会儿都喝一杯 你不能光自己喝啊 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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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喝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走一个 走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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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陈副总 在公司呢 注意形象 不是 现在是下班时间 注意什么形象 我真的错了 我从头到尾都错了 每个人都有 有信用恶度的 你那咖啡刷爆了 不是 叶玲 你听我说 他真的 他一直就怕黑 这是他的个人习惯 然后我怎么知道 他会扑过来呢 扑得那么准吗 是他扑过来 我有什么办法啊 不想跟你说了 罚你考证 有女生要去洗手间吗 让莫莫陪你去 莫莫怕黑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我和你去吧 走吧 别不跟着去啊 人家上女厕所 跟着去干什么 他们俩在一块 要是打起来怎么办 信不信我拍你脸上 是 先天优势 要不要去关镇啊 我要明哲保身的 燕玲 对不起啊 因为刚刚太黑了 我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是谁 我不是故意的 哎呀燕玲 你听我说句话嘛 你这样不搭理我 我心里很难受的 难受 就你一个人难受吗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如我们把话说清楚 你觉得怎么样 不管你是什么动机 到这儿来 你的出现 就让我很不高兴 之前 无缘无故地 离开了任一帆 后来女友 假装不认识她 接着你又跟季徐刚 一起出现 现在要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你不觉得你做的 每一件事情 都让你想不通吗 现在不仅任一帆 对你好奇 连我都想琢磨你了 就像任一帆说的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只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陪你带来的每一个 不确定的因素 让我感到很害怕 让我感觉到了威胁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不得你立刻 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这些话我现在怎么说 当着任一帆的面 我也这么说 听你这么说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做了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嗯 你们对我有偏见 对我有顾虑 还是有原因的 拆机 你还在演哪 这儿又没有观众 你演给谁看呀 我没有演戏夜灵 我们两个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我不清楚 我真的不清楚 那好 那我向你保证 我对你和任一帆 没有任何企图 有很多事情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给你们解释 还有很多事情 我是情不得已的 但是我请你相信我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真的都是为了 让我身边的人 不受到任何伤害 叶琳 你现在是我的上司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随时把我踢走 但是如果你宽宏大量的话 我就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我一定第一时间离开这儿 好吗 叶琳 来 哦 金人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有惊无险呢 恭喜你啊 前任谢任在一块儿相处得好好的 你真是宏福齐天啊 如果能让你闭嘴 我之前少过几天 我跟你说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叶总 你回来了 来来来 你提起考啊 我过去喝酒了 来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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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 别开玩笑了 没有没有 怎么会 对 好 来 干杯 太过分了 干杯 干杯 怎么只剩一罐了 谁喝了我的酒 人呢你们 算你们跑得快 我跟你说 慢点 沈静 慢点 别喝了 帮你 一帆哥 他们俩都喝多了 一直在喝酒 我们把他们俩送回去吧 我送他们回去 这里交给我吧 来来来来 别喝了 别喝了 来来来 洗了 走了 慢点 好 行了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喝 你干嘛 这个 怎么不喝我喝 来来 起来啊 来 再 再喝一点 小心点 再喝一点 好好好 我还能喝 小心点 慢点 来 来 来 走 帮忙处理一下 我不是很方便 我在外面等你 待会儿送你回去 留他一个人吗 他也没吐 我觉得应该睡觉就没事了 我在外面等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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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喝醉 以前在英国的时候 我们俩也经常出去喝酒 每次都是我喝的烂醉 你一点事都没有 陈青 你真的醉了吗 今天晚上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该相信你吗 我该相信你吗 我相信你 我该相信你真的喝醉了 我该相信你真的喝醉了 你希望 你根本没有听 你们说的这些人 走吧 我碰到仁义凡和叶琳了 你说什么 放心 他们俩没看到我 你好像很害怕他们俩看到我 这不关你的事 他的账户出入境资料 还有国内来往的航班 对了 还有他跟众兴集团之间的来往 都要 再见 叶琳小姐 请你喝叶芝 任一凡先生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哄女孩子开心 可是你为什么就不懂我呢 你装呢吧 今天呢 我要教你一个失传已久的绝学 那就是拆字法 席而恭听 从今天起 我就要努力赚钱努力工作 然后在海南岛买一片椰林 带着我的椰林住在那一片椰林 面长大海春暖花开 就一个字 爽 陈青 你会不会聊天啊 哎呀 你怎么就不懂拆字法的真谛呢 我跟你说啊 陈呢 是陈旧的陈 青呢 是青睐的青 结合在一起 就是过去喜欢的 过去是一滴 现在是RNG 所以 你要相信我 可是 没有可是 你信不信我 我相信你 但我不相信陈青 或者说我不完全相信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不下他 但他这次刚好回来了 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 可以在你面前证明 我可以放下他 信不信 你信不信啊 大声言 叶总 叶总 任副总刚出去了 他去哪儿了 他没说 哎 墨墨 你看到任副总了吗 没有啊 你帮我去卫生间看看 我找他有急事 我刚从洗手间出来 保洁阿姨还在里面 打扫卫生呢 他不可能在 那他去哪儿了 陈青 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可是他的手机在充电 他没带 他去哪儿了 这一会儿开会 要没带手机 应该不会出去吧 叶总 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帮你去看一下 你稍等 我可能也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去帮你找一下啊 好 好 还这边 昨夜一场雨 他淋湿了青春 孤单还不原心 睡在梦里 你还推开着 喂 叶琳在找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还是老习惯不改啊 我很了解你 就像你也很了解我一样 你在哪里 先让我喘口气 一起玩 好 怎么样 最近 还习惯吗 还好 我知道我来世纪畅想给你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也影响到了你和叶琳的正常生活 什么时候等我找到了适合我的工作 我一定会离开这儿的 我不想再打扰你们了 我失了 你在哪里 别想太多了 安心工作 你赶快下去吧 大家都在找你 不然夜里一会就着急了 我知道 你先下去 嗯 走 走 就是下雨啊 就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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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要去那门买喝的 你们要喝什么呢 不用了 我们先回公司了 我先走了 再见 好好 再见 再见啊 买喝的 吃带散了吗 我送你过去吧 谢谢 准备好了 好 三二一 冲冲啊 好 三二一 走 我来 无限的远方 消失的翅膀 飞不到的天堂 你在哪里 怎么处理啊 我回去给你趟啊 我刚才好像看见夜明了 哪 就在那边啊 你说她看到我们两个 为什么不打招呼啊 她不会是看到我们两个 冷在一起 运会了吧 不会 今天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她没那么小心 那也不太好 我们两个还是必比闲 你呢 去哄我吧 如果需要我帮忙 你去找我 好 任先生还真是会怜香惜雨啊 像你这么体贴的男人 怪不得 会有这么多女孩喜欢你呢 季先生 我是任副总的新任秘书 你是他的新任秘书 这事儿 我怎么不知道 也许之前我们两个 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不过商场没有永远的朋友 和敌人 我想季先生也不会太意外吧 那要恭喜二位了 不过我要提醒任先生 今天的我 很可能成为民间的你啊 多谢季先生关心 但是呢 我跟季先生威逼利有的方式 不太一样 所以我感觉我跟陈青的合作 将会非常的愉快 走吧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你来找我 肯定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呀 你为什么非要去世界长乡 还要给任一凡当秘书 那又怎么了 商业间谍不可以吗 商业间谍 可笑 你充气量 不过是个美人计罢了 我季先生刚还不至于 把自己的女人送到对头手里 当秘书获取什么商业情报 等等 你的女人 咱们两个之间根本就不存在 是不是你女人的这个问题 我说你是我的女人 你就是 你管得了我吗 我其他人不管我 只管你 我告诉你 不准再去世界长乡 不许再见任一凡 我去什么地方 进什么样的地方 这一切你都管不着 我说过我要对付的 只有叶双城 你不要再伤害任一凡 这些话 上次你打他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若穿了 你这么出心机里的 还是不跟任一凡 跟你没关系 这当然跟我有关系 你只要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是 你是了解的恶心 你天天说我无止 我下流 我以为你有多高尚 可没有想到 你干几这些难道女城的事 一点都不必要许色 你的闺蜜和你前男友在一起 你闺蜜现在又是你前男友的老板 你现在要进你闺蜜的公司 给你前男友当秘书 你们三个人来公司见面 就一点都不干干嘛 那又怎么 他再恶心我也爱他 可像你这种人 谁会爱你呢 你睡过那么多女人 他们爱你的车 爱你的房子 爱你的钱 可竟然没爱你 怎么 觉得我侵占了你的地盘了 还是说 叶玲不让你跟我说话 哎呀 可是哪有不跟自己老板说话的秘书啊 哪有对老板那么多多病人的秘书啊 哪有对老板那么多多病人的秘书啊 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和叶玲 会不会因为昨天咱俩 他误会了啊 不用了 我解释过了 只能说 我跟季旭刚八字不合 我一看了他就倒霉 哎呀 还会开玩笑 那看来真的没什么事了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个 我还想问你个问题 你别问了 我还没问 你让我不要问 你不就是想问 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 就人间蒸发了吗 我想问你报表什么时候交 好 就问你那个问题吧 哎 现在我还不能说 更何况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 你知道跟不知道也没什么意义了 你啊 就好好珍惜眼前 哎 对了 我家里 还有你的东西 我已经收出来了 可能 还有用 那 什么时候你有时间 我过去拿 好 来之前给我打电话 哎 哎 怎么了 你这儿有点脏 那个 到这儿吧 如果你今天没事的话 那我今天就去 嗯 要换银子 好 嗯 对了 替我向你父亲问候 让他老人家 千万要保住身体 这样的话 他将可以勤勉 他创办的公司 是怎么毁在他女儿手里的 陈青 你就是那么对亦凡的吗 有什么问题吗 啊 你看 他的感觉 他已经回答你们了 我们让他来寻 看他 会跟谁走 我没有什么话想跟你说 谢谢你们 让我靠自己的能力 并且还能天天和你们在一起 我已经特别感激了 真的 有很多事情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 还有很多事情我是情不得已的 但是我请你相信我 我做的所有事情 真的是为了让我身边的人 不受到任何伤害 让任副总过来 好的 叶总 找我 我爸晚上约了老朋友吃饭 你跟我一起去吧 多认识些人也好啊 呃 我约人了 谁啊 能不能改期啊 不是 我之前已经改过一次 你让我再改 不太好吧 呃 你爸他约的是老朋友 我却不太合适吧 好吧 那你约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男的 那你去忙吧 嗯 你们都要多吃饭 知道吗 知道了 嗯 好啦小朋友们 我们要去换换了 跟陈老师拜拜 陈老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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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怎么走得那么突然啊 嗯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要处理 没有办法 哦 那你处理完了 还回来吗 孩子们可都很想你啊 我也很舍不得他们 你放心吧 如果能回来 我一定会回来的 哦 那就太好了 来 进来吧 好 啊 你 要不要喝点什么 布置得不错嘛 都是瞎照的 来 随便坐 嗯 谢谢 你不用把气氛搞得那么尴尬啊 坐吧 嗯 嗯 这些不会都是我的东西吧 那好吧 我把这些东西带走之后呢 我们两个之间的所有事情 就全都结束了 抱一下吧 好吧 等一下 啊 阿蕊 在里面 当眼泪似心随风的飘荡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妨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初首歌集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给你温暖同时又必须小心的隐藏 我并不是爱的勉强 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默默守护同时又不能多一点奢望 我还剩下多少坚强 才能压抑快崩溃的疯狂 当眼泪撕心随风的飘荡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之间反复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初首歌集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